正式宣布 我们要欢迎陈建仁副院长 成为我的竞选大党 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16号下午正式召开记者会公布副首人选 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 因人配正式成行 现年64岁的中研院副院长陈建仁 曾在台湾SARS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另为受命担任卫生署署长 和前卫生署署长李明亮 前疾病管制局长苏宜仁 是2003年台湾对抗SARS防疫铁三角 也是国际知名流行病学 公卫领域的专家 另外也曾经担任国科会主委 蔡英文表示 曾建仁是国家的公共财 除了专业和竞选团队的默契 成为重要出现决定因素 哪一个政党执政 他都能够以台湾的发展为领域 不分党派 无私的奉献他的财选 陈副院长是这个国家的公共财 真诚的相信 他是能够让这个国家加分的人选 李远哲院长舍不得我投入 政治斗争的漩涡 他也希望我能继续留在中央研究院 为学术研究奉献心力 现在我愿意站在这里 表示我对蔡主席和他的团队的权力支持 和鼎力协助 蔡英文相当欣赏 陈建仁开朗稳重的个性 及学术专业 长期担任民进党智库顾问 也和竞选团队有一定的默契 具备理想副手的重要条件 至于未来陈建仁是否入党 陈建仁语待保留 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 大会和竞选团队同步冲刺 为台湾稳健改革方向一起努力 记得压谋台北市采访报道